对阵这个天津环的这个小将防饮池 说到这个防饮池 就是让这个防饮池上 可能也是有点出乎我们之前的预料 说了是应该的 都是这种心态 你看对于马龙来讲的话 基本上一个赛季都输 但今年的马龙这个状态 就是刚开始卖完的 也是这个 包括做谢各方的 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个人 但是你看现在 你就看 就是马龙在前边的两场 马龙的特点是什么 手感 球性 出奇的好 就是说在这个 把这个乒乓球 已经达到一个很完美的 这种程度了 攻防的转换 下边上 完以后来讲了整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球路的结合上 他一点都不卡 拿不下来 或者给对方造成压力的话 那到后面就觉得 我感觉就是 没大有希望 可能这种 你看和马龙这种奥运会冠军 在一起打的时候 会赢的时候往往有想法 感觉我能赢他吗 就是一闪念的功夫 可能你就丢掉了这机会 这个球有点大意了 这个进攻和防守都非常平衡的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 他很少时长就在这 漂亮 和张继可谁得掐 张继可那拧拉 打得特别好 反应灵敏 再一次 他还是往这手拉 首先是由马龙发球 他往以后不起了 你看他这种比较稳定 很漂亮 我记得和谁呢 他输王浩输得比较多 就是有几次都是 就是 我记得和他这种比较稳定的 就是 我记得和他这种比较稳定的 我记得和他这种比较稳定的 就是 打完了之后 这个乒乓球就拨 打到最后以后呢 你就感觉到 你看他在这些发球 都是很干什么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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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一顿的时候 你看刚才那个九平的时候突然发那个很高的高抛 就是展现自己的技术 各方面都不同 他就手感好 你看这防守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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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有的时候盯得不紧 有的时候 好球 好球 这样的话马龙就以3比0 战胜了防应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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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